詞曲 李宗盛 到那麼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有跟我講說 我是被他們買過去的 然後就跟我講說 他們要送我去園區 沒事拿個電極棒在你面前 放來放去 那你能不照他意思做嗎 而且我又親眼看到 很多人被打得全身是傷 我就拿我們帶回來的這個 年輕朋友當例子 他因為口語上的表達 比較沒有那麼的順暢 人蛇集團也認為他沒有辦法 升任詐騙這個工作 一開始人蛇集團可能以為 他是在裝傻 也一直給他了很多肉體上的傷害 當時國民黨立委透過外交駐點人員 及台商協助 揪出一名19歲被害人 晚上9點鐘的時間 開車從金邊前往到西港 旁邊的一個省 到了那邊之後 跟人蛇集團這邊來做交涉 並且把人順利的帶回來 就人不分藍綠 民進黨立委 大家都很 可是 我在群組裡面不論我在阿里塞 這個婦女 她是一直到她的先生在那個地方表達 她要回來的時候 對方開價要台幣80萬 她就嚇了一跳 她說 我到這邊都沒有用到任何的花費 也還沒有開始工作 為什麼我會需要用80萬才能夠回台灣 那陸陸續續我們才從這些所謂的性存者回來的口中發現說 他們有兩個大忌 第一大忌就是說 你不能求救 你不能跟人家說我要回家 我要求員 說如果被抓到的話 會有非常像是電擊 或者是把你關在小房間 就是不給你吃飯 那第二個呢 就是業績不好 要救回在前附近的台灣人很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雙方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國際救援組織的介入也讓整起救援行動出現一道曙光 包括在聯合國的一些施壓 讓她調降了她的人口販運的一些她的那個拼比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等於是我們做了一些國家不方便 各國不方便直接對柬埔寨政府搬臉的事情 那可是這一次柬埔寨政府願意處理事情 還是因為各個資格各國的政府介入的關係 加上媒體報導柬埔寨緬甸當地政府受到國際壓力 終於願意施電力 有一些園區像KK系統的 還有比如說清華園區 我們這次才剛搶的一個人回來 他有幾間公司是不用陪付可以回來的 只是人雖然就回來了 那麼然後呢 回來之後他沒有家可以回去 我還要去聯繫我們的設政單位 他的整個職訊到就業 你要幫助一個人就要幫助到好 要不然他回來要幹什麼 他就重新再回去啊 多數被害人身處弱勢 會受到高薪詐騙吸引 某種程度反映出的是對於整體環境的無力感 主機處統計上半年15到29歲青年失業率 8.3% 其中20到24歲達12.3% 每8人就有一人失業 青年低薪高失業率 難道成了助長人捨詐騙的推手 如果說大家在台灣能夠安居樂業 我想不會有人願意離鄉背景 願意冒著被詐騙的風險 願意冒著被綁架的風險 所以國內的經濟環境狀況 我想也要適時的能夠來精進 只要問題沒解決 人捨集團就有機可乘 要設下防護網如何佔領 跟技術扮演重要角色 現在的這個詐騙集團成員 他們大部分都是透過這個臉書的這個粉絲專頁 好的這個片門工作這個部分 來做一些刊登一些招攬 那這個廣告其實有斷阻的必要 所以我們就跟這個Meta公司 也就是臉書的這個公司 其實我們就成立一個管道 那總計到現在為止 已經刪除了82個片門粉絲專頁 此外因應跨國犯罪組織 不斷推陳初心的犯案手法 要從源頭打擊 怕部會專案小組必須常態化 若新聞熱度過了政府鬆懈防守 只怕唇鋒吹右聲 柬埔寨事件還會未完待續 TVBS新聞陳佑翔王后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